最後一首呢也是極為有意境的曲子 這首曲子呢它是 公蓋三分裹 名城八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施吞 它在形容諸葛亮這個角色 當時還一直排練給我聽的時候 我說你們的技術很好演得很棒 那你們知道這首曲子是什麼嗎 他們全部就啊啊啊無煞煞 後來我們一個音一個音 從總舞裡面抽絲剝繭 我們找到了 它是皮影戲的素材 裡面每一條旋律的唱腔 我們接觸了皮影戲 當然後面在座的大孩子 看過皮影戲舉手 沒關係 有機會一定要看一下 如同剛問國中 沒看過歌仔戲 沒看過皮影戲 可是國樂老少嫌疑 大家都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它不只可以反映中華文化 它還可以把我們的原住民 客家 福老 各式各樣的世界音樂都容納進來 那這群孩子他們很優秀 他們也很辛苦的一個字 一個字一個旋律去學 那我們來聆聽一下這一首 八正圖 是 有一戈人以為 當時很難聽到 看我們聲音樂 是 平常的 是 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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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